这个以色列动手了 所以F-35连续发射了六枚飞弹 你看炸成了一片废墟 打大使馆 目前应该是11名 其中有一名 有三名高级指挥官 大概11人死亡 那当然大使馆是一个国家领土的延伸 所以整个事情闹得很大 当然伊朗气炸了 今天伊朗有很多 撂了很多狠话 然后也说美国必须要负责 那刚刚中方也表态了 当然中方对于所有的暴力行为 都是谴责的 然后美国也立刻否认 我们美国没有参与 美国都第一时间跳出来说没有没有 然后伊朗也立刻进行了报复 在以色列海军的大楼当中 进行了轰炸 不过我有看到照片 没有什么太大的损伤 但是它旁边有一个超级的护卫舰 据说有机无险 只距离十几公尺 为什么以色列要动手 这个不能叫 前一段时间伊朗不是轰炸蓄力 在叙利亚的以色列的摩萨德的 就是以色列情报单位的一个 一个总部在叙利亚 只是它现在打的 我理解应该是领事馆 层级应该是领事馆 但不管大使馆领事馆都被视为国家领土的延伸嘛 那以色列去打这个就是相互报复的一环 你打我摩萨德的海外单位 我就打你这个外交的领事的海外单位 那这个政治意义又不太一样 毕竟情报单位挨打不算是领土的延伸 但是如果正式挂牌的大使馆或领事馆 就是国土的延伸 那接下来 伊朗要报复也会很头痛 为什么 伊朗可以打的这个以色列的大使馆领事馆 真的还不多 因为以色列周边都跟他为敌 所以以色列周边没有几个大使馆 真正的以色列有大使馆 叫阿联酋 问题你这个伊朗不可能去打阿联酋 所以这个是比较弱 但叙利亚现在还处在一种半无政府状态 因为阿萨德政府在叙利亚内部的控制力比较小 而且阿萨德政府也没有能力去反击以色列 所以他这个怎么讲呢 以色列选择叙利亚的伊朗大使馆 是有精挑细选过的 那你变成说伊朗要报仇 就要找其他的比较没有政治意义那么高的 什么海军啊 那个就纯粹是军事性质的机构 意义就不大了 好 张军你看 这次他怎么打呢 F-35隐形战机连续发射了6枚飞弹 那另一头大家看到就是伊朗的反击 萨尔6级的这个护卫舰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还有这个CNN也说在这个节骨眼 那拜登又要通过出售 以色列50架有F-15的战机大概是超过了180亿美元 从军事角度来解读一下 对 这个以色列派F-35的逆中战机 发射6枚飞弹去打这个伊朗在叙利亚的大使馆 它的情报掌握非常精准 人在里面 所以他这个7名包含3名高官 2名准将 其中这3名高官有2名是准将的 都阵亡 是这样 所以情报掌握了 情报掌握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人在里面 人在里面的话 这个时候下手 这些都是这些高级顾问 包含指挥官在叙利亚 他帮助叙利亚的 那刚好就被以色列就利用这些时候 把他做个精准攻击 算是精准攻击 因为打到旁边 他们也没打到 没有 就是打大使馆 就是这样 那大使馆就是国家领土的延伸 那这也就是伊朗的领土 那伊朗一定会报复了 我认为伊朗他这个会外溢 外溢之后 我认为伊朗对以色列大概两个 这个他会对以色列的本土 可能无人机攻击 或者是导弹的攻击 我认为不要完全排除 他会用这个 无人机或导弹 有没有可能暗杀 我认为也不要完全排除 这都是军事手段 他对的是军人就可以了 对他对的是军人 你杀我的杀伊朗的军人 伊朗也可以杀以色列的军人 就是这样 那在以色列的在住中东地区的大使馆 没有对不对 但是住其他国家大使馆 伊朗有没有可能下手 我认为不要完全排除 因为他会以牙还牙 有这种可能 那挑他在住欧洲 或其他国家的大使馆 属于防备的时候 这个时候进行攻击 有没有可能 我认为不要完全排除 这就是外溢 你看到这个伊朗第一时间的 这个报复手段 去打这个以色列的海军大楼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策略 这也就是个报复 它就是报复 它一定要有所交代 那这样子它对打这个海军大楼 可能这个海军大楼 这个目标比较显著 而且一般来讲海军大楼 没有像空军基地 以色列的这些机固机堡 蛮强固的 他们做的规格都是抗炸的 你无人机对它来讲 是没有效果 但是海军这方面 是相对的比较担保 所以它挑海军来下手 是有它的道理 那现在美国 一下卖50架的F-15战机 F-15原来自空空优 但是在这个以色列 目前在中东地区 是享有绝对的空优 其他国家空军 哪一个能跟以色列匹敌 没有啊 那这样子的话 以色列的F-15 它就用被人轰炸机来使用 它站在那里满大 对啊 它自空 它平常说自空 跟F-22是一样的 F-22是掩护F-35 F-15是掩护F-16的 它会搭配的 这个在巴格达行动的时候 炸伊拉克的核子反应炉 就是派4架的F-15 掩护8架的F-16 去攻击这个伊拉克 在巴格达的核子反应炉 是这样的 那现在它都已经掌握了 所有的这个中东地区的空优了 这个F-15给它 那就是做这个战场主角 跟密西斯作战嘛 因为它的挂弹量多了 我不要争取空优 争取制空了 我就摧毁敌人的地面的目标 那现在 这地面目标F-35是逆中 可以用啊 但是如果是对方的 没有这个方面雷达了 我逆不逆中不重要了 因为你雷达系统 防御系统是瘫痪的 F-15如入无人之境 而且它的速度也快 这个机动动作也很成熟 以色列运用的F-15 也非常成熟 那它在整个的中东地区 整个空优 有了空优啊 它可以之意所为 你看看它这个 这个立东战机去炸那个 伊朗在大马四格的大使馆 这个自由进出啊 运作自如 根本没有什么战损 所以有了美国军事 如虎添翼 会这样子啊 那而且这都是不错的 F-15的战机 它虽然已经30多年了 但是在目前的状况之下 你包含日本也有F-15 那这个 对 这个以色列的话 在这方面运用 有了50架又更厉害了 太阳心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